男子把随身包包放在提款机上 领完钱转身就走 把包包给忘了 其他民众发现报警 警方打开包包 赫然发现 里头有一把非制式枪支 和11颗子弹 调查后锁定骑着电动自行车 手拎包包来领钱的 有幸男子道案 他说现在是有人寄放 他想要拿去还给有人 只是他当天要拿去还的时候 他遗落在ATM上面 枪支是不是朋友寄放的 警方还要厘清 而男子共称是要领钱借给朋友 却把枪给忘在提款机上 最后被警方依枪炮罪移送 民众在大白天的中午 来到银行的ATM提款机领钱 竟然还会在提款机上头捡到枪 民众对这件事又是怎么看 会吓到吗 一定会的 可能就不会领的吧 赶快报警 会让你对治安产生什么样的强吗 会担忧 当然会啊 有民众忧心治安 却也有人很淡定 似乎习以为常 蛮正常的吧 人家不是说台中蛮多枪的 FB啦 还好了 还好 怎么说 台中嘛 减料箱不意外吗 对啊 对啊 这很平常啊 阿拉松 全国同步扫黑 减速黑枪 台中警方一口气逮捕九名致平专案对象 五名枪爆犯 查扣各式枪支 不仅展现打击犯罪决心 也希望把捡到枪很正常的印象 早日从民众心中移除 华日新闻 华日新闻 蕭月台中报导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林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誓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